好,那現在我們要來做一件事 就是你第一次使用HunkCheck,一定要去修改它的單位 因為它基本單位是英寸,是英字的 那我們點一下我們帳號名稱這邊 然後選我的帳戶 那我的帳戶裡面這邊有喜號設定 喜號設定,繁體中文沒有問題,它有支援繁體中文 那單位,長路單位,請你改什麼 MM,millimeter叫MM 然後小住點到第幾位,這個沒有無所謂 那角度單位,它有角度跟進度,比較喜歡用角度 那質量單位,我們不是用英棒,我們喜歡用什麼 功課,對不對 我們喜歡用工字,時間是12小時或是比較無所謂 重點就是這個單位 要改成工字的單位,然後按儲存變更 OK,那稍微就會更新了 好,那更新完成之後呢 你接下來你所 你所做的這個圖,就是全部都用以工字為單位 讓我去做的 好,那我好 我要改善兩本 好,麻煩了 好,那我